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 觀賞今天的閃電秀 讓我們歡迎第一位 第一群主講者 Kevin & Tuna 他們要分享Computex 2015實際者訪心得 Yeah Yeah 叫號一次 叫號兩次 乒乓跳好 好吧 那 讓我們歡迎第二群 其實就 All three 來跟我們分享 My days in Beijing 耶 歡迎 組長 好 那就是 畫面好像有點不清楚 別關係別關係 你這個畫面清楚了 店老師是不是清楚了 所以在他 把那個關掉嘛 先把那個 三個省電關掉 對 2016 還有省電 在投影機 喔這其實是香港在下 也有差 我覺得是中華道路的關係啦 沒有這是在香港而已啦 還沒有進去 還沒有進去 好 那 就是最近換工作然後去北京報導 那就想說來分享一下在那邊的經歷 然後因為我其實來不及跳照片 所以就會很多照片就快速跳過 那這個是在香港機場 應該很多人去過 香港機場有一間迪士尼 然後去那邊開戶然後再去北京報導這樣 他們的那個 就是很有名的系民體的那個 新系民體是台灣啊他們這個 他們這個 對他們也是用這個 是他們先用了然後台灣就說我們這是學香港然後用新系 就很悲哀 好這個就開這邊就到那個北京附近就 其實就可以感覺到其實我下面的燈光就 已經看了不太清楚 然後這個是 副一樓 電梯 應該應該是地下一樓啦我沒有 沒有他他真的副一 對我沒有下去過 對 然後 早上起來我的房間看出去大概就是像這樣好一點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那一棟長什麼樣子 然後壞一點的時候就是左邊那幾棟就就會不清楚 對然後這個他們其實還是有很多咖啡廳弄的像這樣 但是如果都吃這種 店的話 在那邊的火食費會比在台北還要高不少 我在那邊大概一天吃了大概 一百塊人民幣左右吧 就是火食費 消耗還蠻多 然後這家還蠻有趣的就是 點完餐他會給你這個小熊放在桌上 然後送餐的就會看這個小熊送過來給你然後就把他拿走 對顏色不一樣 就是他那個上面有很多隻小熊有沒有 他叫曼咖啡 是一個音 好那這個就是 路上隨便到處拍 這是什麼 魚如肉 魚如肉 對那他地鐵很複雜 我在那個你在此的地方 然後我想要去 我這 這天去的那個擁和宮然後天安門和宜和園 宜和園在最左上角 那我如果要去最左上角 我要先往下到橘色的那一條 好然後 你現在在這邊 我有 轉業的 到這邊 那用滑鼠他們 就有錄影然後 到了這一條 才能往左邊一格然後 才能往上到擁和宮 然後如果我要去機場的話我也要 下來然後到左邊再上去 然後才有辦法到機場 不過我其實都是大計程車 他們計程車很便宜 然後如果要去 這邊的話 就是 我要 要嘛就是到這邊然後到這邊然後再 這樣一直搭 到這邊再轉這 反正他們雖然線很多但是我就是 在一個 奇怪的位置 就是他不在主幹道上 非常難 然後要去天安門 看起來很近 就是好像這樣子就到了 但是其實沒有 這樣往下 往左往下 往左 才到的咬天安門 所以其實還蠻辛苦 對然後他們那個地鐵 是真的要安建 不過沒有 飛機那麼嚴格 那這個地鐵真的還蠻特別 然後這個擁和宮 好像是他們現在北京裡面唯一 可以燒香拜拜的地方 那這個是法務流通處 那其實就是賣紀念品的地方 對然後他這個 雖然是扁額然後看起來好像是 他因為是扁額寫 我一開始看到他寫簡體字的扁額 所以他把他排下來 然後後來發現他是左到右的扁額 蠻少見的 然後就 這邊就可以看到一些香 但是他們那個香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還蠻難聞的 然後還蠻少見有 在寺廟裡面用藍色字 所以我覺得還蠻 蠻少見 他是 佛叫的 對 他在那個 店內是不能拍照 這是在店外拍進去 然後 對對 就是 他還蠻多層 他有 三四層的 然後這一棟是最大的 你可以看到 大概看起來有三層 然後裡面有一個26米的那個 用一顆木頭 一顆木頭刻出來的佛像 然後在裡面是不能拍照的 這是不小心拍到的 對然後外面看也這樣 就是裡面 裡面很大 然後你可以看到有二樓 但是其實 中間這棟是沒有樓梯上去 所以要從旁邊那棟上去才有 才有辦法到二樓 然後天安門是 真的很大 然後那邊就是真的 就是 警察很多 戒備聲嚴 而且 你不太容易 去 偷拍警察 除了像這種 站這個位置 反正你也拍不到他的實教 然後這個你可以看到那邊好像很遠了 然後這個可以看到那個地圖就是 蛤 我沒發現 我去是從他的右邊走 那個東邊走到西邊 就是 然後你看這個好像很遠的大概就是 這一塊 就是我從這邊往這個 往下面的方向拍 然後拍到這一棟 就是這整塊都是廣場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到那個 它其實全部都 圍起來 然後 我其實也不太敢拍那個警察 因為我在那邊有被領檢一次 然後要進去也要安檢一次 就和地鐵站一樣等級的 然後 還有一台武裝車輛在附近 然後那個車輛旁邊有三個 他不是武警的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我比武警高一級 不是 他們有三 我覺得接近 不是 不是公安 然後不是武警 然後也不是那個解放軍 就是 他接近解放軍 對我覺得是警察特種負責 因為他們是三個 三個拿長槍然後 站在一個點 然後後面那台那個車子 然後我沒辦法拍是因為他三個 看不通方向所以沒有死角 對 對所以我 所以我沒辦法拍下來 然後義和園還不錯 就是 如果 不小心去到北京不知道去哪 就是義和園是 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那裡面其實他還有分 三塊是還要另外付錢 這是其中一塊 然後我覺得就算不付錢 去這些地方也還 蠻不錯 因為他地方蠻大 對 我去天安門 當然沒去故宮 因為我同事剛好就前一天去 然後他說故宮裡面的那個 就是可以看到那個 很多皇宮 然後但是因為裡面已經沒什麼文物 所以走來走去都看房子 然後看到後來就是 因為天氣又很熱 走到後來就是你會受困在裡面 要走出來很久 然後你也沒辦法 然後一直看都是長得很像的房子 所以我後來就沒去 然後義和園比較特別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 那個庭院 然後他 就比較沒有那種 就是保存的比較好 這個嗎 喔 這個我有 喔 因為他是 像這樣 所以我跑到上面可以 有些可以看到很近 對對對 這個算保存的還不錯 然後其實我是從他的後面進去 然後走到正門 不過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應該只是不小心入境 對 然後這邊是那個 義和園最高點 然後還有 看到左下角有個自拍神器 他們那邊現在 超多自拍神器 就是每個人 幾乎都會人手一直那種程度 然後這個門有點特別 因為我是 剛好聽到他們那邊有那個導遊 在順便講 就是說這個門是 中國境內可能不超過10座 不過不知道 為什麼會 這麼少見 那 有 第一個特色就是他上面有 有 像這樣子的 結構 然後下面還有這兩個 就是 所有這兩個就很少見 然後這個是 宜和園一個景點叫 畫中有 這是右到左 不是左到右 然後就是走下去之後 就會看起來 一部好像是畫 不過我拍起來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 一和園我走到 就我走這個畫中 從由下來就是這邊可以看到湖嘛 然後就走到下面湖邊 就發現人突然變很多 然後才知道這邊這一側才是正門 然後我是走那個山的另外一邊進來是後面 對然後這個這邊就有一些那個 就很多人 然後後面那一座就我剛有拍最高點拍的那一座也是那個 要另外付錢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是都沒有另外付錢 然後像這邊就有一些像這個做工真的很精細的 雕像 然後這個是號稱中國的所有庭院的 像這種擺放的石頭裡面最大的一棵 對他這邊有說那個當初撿到他的人 就是 財力不夠沒辦法把他 他當回家所以後來就被潛龍 牽走 然後這個這個也是做的很細 然後這個是在正門裡面的那個 就是正面對的那個 供電放的就是 他 這邊有一隻龍然後裡面還有一隻 鳳凰 然後為什麼鳳凰在內側 我也是偷聽旁邊導遊說就是那個慈禧太后 上任之後就把那個 位子互換所以鳳凰就在內側 這也是做的很細然後這邊就是 面對正門 然後還有一隻麒麟 就是我剛拍那兩隻就在這個麒麟後面 就是如果不知道中國想像中的棋頂到底是怎樣我覺得 這隻應該就是算標準吧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擋 擋著那個門 就是中國不太喜歡 那個 就是大門進去就直接看到 所以就有一個擋著 然後我就是從 應該是這一邊吧下來然後 走到這 然後畫中油然後一直走走走走走走 多久 我可以等一下看一下照片之間 我 走 沒有沒有 因為我 我忘記有中餐在哪吃 不過大概要 兩三個小時要吧 而且所有要另外花錢的地方我都沒進去 然後我走到後來已經覺得 有點痠了所以我 就是這一塊其實好像還蠻大 但我其實就沒有 到處亂逛 就是直接就 走到門口就出去了 然後這就是那個 龍壁 就是 那個尾小寶 那個電影 喔錄錦記那個電影裡面 不是 最後沒有個龍壁嗎 大概就是長這樣 打破了嗎 打破應該就回不來了 然後 這個我也是聽導遊說我就是 喔不是我自己的導遊 我也是偷聽別的旁邊的導遊說 就是 為什麼 這個門是正門就是因為他 他 這個是外面喔 他外面有9階然後 走進去裡面是5階 然後 典故是什麼我忘記 不過他說 95次尊 是這樣嗎 95年 95次尊應該是95年的意思吧 對啊 95是一個畫像 是嗎是嗎 喔那那應該是那個 然後這個王老極溶運酥病的飲料真的是超級奇怪 如果你想 體會一下你在那邊 我後來都沒有看到 但是 真的 但是喝起來真的非常 非常特別 不過不是好喝的那種特別 這個有化學的味道嗎 欸 也不像化學味道 我覺得他挑出一個奇怪 對然後這邊 機業家 對機業家的點餐的時候其實我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這個晚上 然後我的位置因為靠路邊嘛 然後他們那邊的人就非常按 開車非常愛按喇叭 就是你只要 需要減速的話 或是會讓你想要減速的情形 他們大概就會按喇叭 所以就會 時時刻刻在路邊你就會一直聽到喇叭聲 然後回來就有點不適應就是聽到喇叭聲 所以回來聽到喇叭聲的時候才會覺得 欸怎麼有 就是 就是 有種違和感 對對 然後這個有沒有發現有什麼特別的 在這啦 花雕摩卡 二鍋頭香凝冰沙 二鍋頭粉紅柚子冰沙 不是 這個看起來很像那種星巴克的那種 就是一個小 就很像 星巴克 然後租一個小位置 他在那個商業大樓裡面一樓 然後就擺了一個咖啡廳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其實他們就是非常像星巴克的感覺 每一九一大碗可以 對 對他們 真的電動車非常突擊 就是最近那個狗狗的話題很好 他們那邊 這種小 這個這個已經算送貨已經算大台 然後 他們應該是真的買得到這一桶 因為其實不只順豐還有別家也有 這樣三輪的 然後很多人都騎那個二輪的 然後因為他好像說不能用那個 燃油的機車嘛 然後這個是 這某一天中餐 這個是蓮藕啦 然後比較特別是這個用掛的排骨 這還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七九八藝術特區 這個是 某一天晚餐 這個量很多 但是我還測不太下 然後這個是 右邊是我 去包刀的公司啦 然後他擠很大 就是後面還有一棟 就是連續兩 就是連著兩棟是 走步 然後那個這個 他們在大陸的辦公室也在這 對啊 好 然後如果要吃便宜一點就是 走到像這種比較老舊的街區 然後這某一天晚餐去那個 這個是他叫 豹肚 對是牛肚 但是我說菜名叫豹肚 然後就是 清燙然後去沾這個醬 麻醬和那個辣 辣椒 不過我沒有加辣椒 不知道味道怎樣 這個 這個只是老闆白 不過很大 你看看名片大小 哈哈哈哈 超大 然後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社區就真的很老 可能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排 喔 然後有一天去吃這個烤翅 就是 我覺得大家如果去北京可能也不會到這附近 不過 有去的話 我覺得可以吃一下 就很適合配 啤酒的那種料理 對 喔這烤饅頭不知道為什麼連饅頭都要烤 烤饅頭茶 對 然後這個是他們那邊 不知道誰去拿到這個本子 就會看到一堆 介紹給那個 群方客的 對喔 然後 這我覺得這個企劃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 他有一個機條 然後機條盒子上面就是 一隻雞的樣子 然後他就 對這漢堡王 然後他就給你這個帖子 然後你就可以去幫他裝 畫裝 這個我覺得 還蠻好趣 然後 然後這張重點在 這邊喔 喔這邊這邊 此餐只為一般壓印刷品 不可以食物直接接觸 有去他們的素食店先注意一下 然後 然後 這個我最後一天早上去他 去公司旁邊這個798藝術區 然後 聽說台灣送菸這邊有 被 就是開始有爭議的時候 就是也有人講到這邊 就是 北京 北京這邊先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藝術區 然後 一開始好像也是 廢棄工廠 然後有藝術家裡租 然後 就是後來他們自己搞出一些 民堂的大家 政府才開始把這個區域規劃成藝術區 然後就是 進去裡面隨便亂拍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訂製網站 然後有個電話號碼 我沒有打 裡面的到處有塗鴉 然後有一個黑客酒吧 這個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為他這邊還有一些那個 那個 他們 他們隊伍的那個 Mark 他有奇怪的 有塗鴉 塗鴉是那個 就是 最近這幾版台灣的 JD 都很接受 喔 你都怕越獄嗎 JD的 發育之後都是 喔對 這個我實在覺得很好奇 看不清 我不知道他寫地下銷火酸 然後 這個地還蠻建議的 然後那邊是真的很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條線喔 就是 上面比較亮 的地方是因為這個 他們那個 清潔的 每天都有去 每天常常會擦 然後 這一個範圍比較亮就是他擦過 然後下面這邊就是 一天 累積的灰塵量就會 怎樣 然後回來那天已經是 天氣 空氣最好 所以有藍天 那最好是那個指數 應該是PM 10吧 還有780 像這個我覺得地震 如果是台灣這邊地震的話 一定就垮掉 但是他們還蠻喜歡搞這種 這個還蠻有趣的 只有外框裡面的部分都把它填滿 你可以 可以看看是什麼 有哪些支 對啊 產生相應 對啊對啊是反體 然後這個是 就要回來的機場 所以你在那邊帶多久 帶一個禮拜 就沒了 你去那邊應徵 是去那邊報到 我是在台灣工作 他們總部安任 好那就換下一位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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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ree 謝謝吧 這樣叫